觀眾朋友報告 花蓮有5位候選人會選 判刑被確定之後 現在中學會決定國民黨要連做處分 要罰多少呢?455萬 國民黨到底是什麼樣的政黨 現在最新的消息 馬總統說提名已經動作人島管長李朝青 今天被搜索約談 搜索的範圍很大 比較頂列為被告 映暗連他的嫁子和嫂子也被約談 包括他自己 他的妻子 會不會在今天被收押 我們稍後就會知道 那麼他基本是涉嫌收受 就是災後的重建回扣 為什麼我們的選起 尤其是國民黨的 選後有那麼多黑色 李朝青為什麼 總是跟黑金都扯不開 總是要扯上關係 馬總統說要這個肅灘要清廉 難道他的抵抗要靠黑金來執政嗎? 我們關係也包括馬總統 說牙手說積極好酸錢 他是嚴清標 貪污確定之後 涉嫌喝花酒來報公帳 現在被判刑三年半了 立委解職了 他說他的小也是特別費的性質 哪有罪呢? 那教育的公款同樣是公款私用 有什麼馬總統的特別費可以無罪呢? 看起來差很大喔 我們今天要來探討一下 馬總統要反貪 不過我們要看的是 是不是應該從自己來做起 國民黨到底關 馬總統是關多少錢 到底是關五千萬 還是二點三六億 還是兩億 三千多萬 現在小一國倒不起來呢? 為什麼馬總統有這麼難的小都倒不出來? 馬總統的東山 國民黨的東山到底是有多少呢? 另外我們也發現我們早上在追究 說中油這個浮動電價的一個 浮動油價的一個公式 原來潛藏著詐騙的內幕 今天這個節目當中我們要大點名 要點名什麼呢? 到底立法諸公當中有誰在護航台電 這一些不應該有的預算 明明立法英已經關議說 台電今年對IPP就是這個購電的經費 要大三九十五億元 其實以前所有浪費也實在是九七億嘛 很多吳玉生突然間翻案了 除了吳玉生之外 護航的到底還有誰呢? 我們今天來大點名 來看看這些人 為什麼這麼敢? 他們背後又是什麼? 我們今天要繼續追蹤 連工程會難道也在護航台電嗎? 台電在多年前高價收購民營的電廠、電力 給我們的順利多少呢? 五十九億 現在台電的前董作 包括前總經理只是被降級而已 降級改序處分 對這兩個已經退休的人 好像是沒什麼影響 五十九億就這樣就起了了 這些人退休錢一天都沒救 也明顯違法好像也不用坐一天的牢 司法單位可以通通不用半嗎? 我們稍後一一為您關心 還要關心我們的年輕學子 因為就學貸款人數攀新高 來到77萬 竟然飆升到總金額281億 比15年前足足多了17倍 國家不能夠幫助他們嗎? 對少年他們希望在哪裡? 好了一一為您分析 現場我們邀請到包括前十報紙 跟總編輯吳國棟來到我們現場 來歡迎您 包括立法委員陳其邁 以及我們看到台北市議員戴錫青 以及東吳大學政論系副教授徐永明老師 創生媒體人政治評論家陳振榮 以及律師徐國勇律師來到我們現場 首先我們就來看 有縣市長遭到檢調約談 來看今天晚上最新畫面 不然有沒有花樣? 不發抑鬱但臉上露有笑容 她是李朝青太太 晚間遭檢調約談後 不出調查站 心情看似還不差 同樣被約談的 還有李朝青司機 為了追查南投縣 道路災休 功成弊案 檢調一整天 動作不少 短髮女子手拿資料袋 頭滴滴刻意閉鏡頭 她是縣府臨性秘書 一早就被約談 至於李朝青因為缺席議會 才讓人發現 檢調不只搜索了縣府 還有縣長官 官底人也被帶回問話 這個高層的這個 縣政府官員 有收受功能回扣的方向 縣長李朝青 做到有訊息嗎? 這個部分要由她本人 再來做一個說明 李朝青以被告身份 被約談爭取案件 11月7號 檢調就帶回28人訊問 其中包括 公務處長黃榮德 縣長辦公室秘書張俊儀 以及包商吳仲綺 都被裁定受押禁見 29號案情更向上延燒 李朝青以被告身份遭約談 檢調懷疑 南東縣政府 涉嫌圖利廠商 配合驗收 讓業者能夠偷工檢料 涉案人都有10%到15%的回扣 其中有近千萬回扣 部分流向李朝青 重建工程的重大弊案 車上縣長李朝青 震魂深陷風暴 只怕難脫身 三立訊號報道 訊號好 台北報導 好 好 我們看到 為什麼又是國民黨的縣市長 來 怎麼看 又是李朝青 2008 他曾經被搜索過 其實了解南東 政治生態的人都知道 南東縣長萬會出事 因為政治人物所行的路 痕跡都會流的那角 是什麼時候會復合 什麼時候有人會去檢查 我們不知道 但是這次發生這個事 說怕你多多兵 不要去搜索什麼 最重要的關鍵 是在哪裡 因為他們嫁得那麼久 最重要的關鍵是 現在已經收了 是11月初半的收了 這三個人 一個是南東縣的工務處處長 一個是館長辦公室的秘密秘書 一個是包廂 這三個人 是不是有辦法會加出 李朝青館長 這是最重要的關鍵 因為事情很久了 尤其這是在嚴守的 你說去收索辦公室 收索處來 你要收到什麼文件 文件不可能 那種正記 了解人才不是 剛才說 你像那個行事警察教的主任秘書 說去收索的時候 臉書會比較受現金 一百十萬的 這麼有那種可能 所以要看 有十分安靜的禁錮 只有收索這個沒有 你才去突破 共同有共犯 也沒有 為什麼 你的工務處長 為什麼你的秘書 十分安靜收 你做館長的人知道不知道 這件最恐慌的是 這是採收的工廳 什麼叫採收工廳 這是採貨重建 中央百錢給你說 南島是為 我把摩拉克台風 到現在最嚴重的一個館齊指引 南島的姓義兄 林愛兄 那是已經滿目蒼意了 如果說你做一個館長 沒有用心把你的館裡面 可以採貨重建 可以把道路修好 你又沒有用心 如果再涼涼這種案件 那是真的天前 那是財民 那是中央大家提前 要去重收路 重建的東西 怎麼可以說收回庫呢 所以這件事的嚴重性 除了這裡以外 最讓人覺得很奇怪 2012年6月又一樣有台風 那時候李潮興縣長不夠管來 一樣又去中國訪問 一樣又在那裡 人家說台風要來 你還不趕回來了 買來好像有旁邊回來了 你知道這件事很緊張很嚴重 但是我們走去為主案前來看 到現在又來問 他的太太叫他去問 他的事件去問 要問這個就是 當初有什麼人精熟 這個人有精熟的嗎 不一定說管長自己是親主 有旁邊的人 他跟他的親身有精熟嗎 所以走去看這件案件發展 這標示什麼 不必什麼特徵族 也不必什麼什麼 人家庭的檢察官都會躲 你現在是南投線調站 人家庭的就能辦了 這件我們比較大條的 特徵族絕對說我們要介入 特徵族一介入就像林彌生這樣 林彌生到現在還好 大家都不知道怎麼 如果如果要照片 我們討論到人情表的案件 林彌生的標準 開始十二年一直伴 八年四年 現在算是三年伴 接下來接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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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看說 俗法不公義的這個 但是我們經常對南投這件事 大家要緊緊注意到 為什麼 因為南投官這個生態 派的黑金太嚴重了 官商的問題太大 你會叫 還有我們很高的人 發作的南投的館長 如果派的黑金太嚴重的形態 沒有改變的時候 未來 南投你們自己選擇 是你們自己的負擔 你在講生態 你知道嗎 今天他會被搜索的時候 你會發現 馬總統執政的時候第一起 他的執政線想被搜索 2008 5月27號 其實就是他 黑金南投縣疑似也是收取 工程回扣 跟涉嫌採購 禮品 圖利廠商弊案 那時候檢警搜索 也是李朝青的官邸辦公室 那今天他的官邸辦公室 跟住處全面被大搜索 那麼當時2008 包括社會處 還有查扣工程招標的一個書圖 相關帳策 有20多個人都被傳喚徵序 所以請教徐律師 能清控碑尼才被搜索 同樣大規模 今天要被搜索 這個案子你怎麼看 我想 這樣才是 幾六點大家注意 第一點 剛才郭忠祐說 重建費用 我們現在終於抓到 為什麼重建這麼慢 萬一切到了 就在這裡 那你想 那其他的重建辦的縣市 會只有這裡嗎 其他重建辦的地方 會不會像李朝青一樣 也有這些問題 而且最大的問題在信義鄉 忍耐鄉 忠孝忍耐信義和平 通通不見 通通被他們搞砸 這不是只有重建問題 不過看他上面 2000公佩年好像沒事情 是啊 賺錢 所以這次不一定好文 第二點 書外的聽書裡面 從這裡可以看到一件事 這件事情絕對非同小可 為什麼非同小可 你記不記得 民進黨的縣市長 也有人被搜啊 所以這樣講起來的話 他被搜也沒什麼 但是要注意 他程序有一點點不一樣 民進黨如果是要抓民進黨的縣長 他是直接就抓縣長 你看彰化罐 直接往縣政府 去就是先抓管長 他不會去先抓會腳 但是如果要辦藍軍的人 你要注意 他是在7號 11月7號 先去搜索公務處 然後先去搜索公務處的秘書 他不敢去當管長 為什麼 為什麼在這個程序上 你都可以看出不公平 民進黨的縣長 是第一手就抓了 他第一手沒有抓李朝青 先去搜索公務處長 就公務處長收押了 秘書張志宜收押了 廠商也收押了 收押了三個禮拜以後的今天 終於發現 要去動李朝青 所以換句話講 李朝青這一些證據 可能是跟 要去抓民進黨的可不一樣 民進黨是有政治沒有政治不差 先搜索 管長先碰來才說 這不是 這是為公務處碰來三個禮拜後 好像發現不得不辦 所以換句話講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表示我覺得 他涉嫌的相當重大 而且重大到 讓他非抓不可 不然這是馬英九的面子 你敢去當馬英九的面子嗎 這是馬英九的腳 他拿名的人 他打呼籤的人 第三點要注意 現在李朝青已經被移送到地檢所去複訊 他已經離開了調查局 到地檢所複訊 但他看到有他的太太 這個不一樣 連手機都... 連手機都起來了 就表示他查他的整個過程 你的行程怎麼走 所以等一下 檢查跟複訊團會不會生壓 可能是另外一個高潮 所以這個就是說 你為我剛才說的第二點 為什麼三個禮拜後 會去抓李朝青 表示證據可能相當的 讓他不得不動 不得 這個動了 會動到馬英九的面子的時候 他不得不動的時候 所以今天會不會生壓的可能性 那就很高囉 第四點要跟大家說 這個案子又非同小可 不可能忘記了 我們就是誰的故鄉 吳敦義 吳敦義是國平黨 最有可能要來選 離空一六年總統的人 會不會因為這樣子造成了 南投的大地震 造成南投派系 包括他們條子的重新洗牌 這個重新的洗牌 會不會影響到吳敦義的問題 不要忘記 今天朱立倫 他可是連綠軍都衝進去了 一動作氣很大 如果吳敦義這個被動到 他的條子因為這樣子 而重新整合的結果 可能會產生他下面的震動的時候 我告訴你 對吳敦義也不是沒有影響 那這個當然還要再看看 後來的發展 這一部分是大家在觀察的重點是一樣 不過你點 我給你補中一句 來 請說來 剛才國雄理書說的一個重點 李朝鮮背後 不是馬英九做科砂 我相信馬英九也知道地方派系 他真的科砂 應該是國雄說的那個人才對 好 你想不敢說他嗎 蛤 你改動輸 以前改動輸 不是我改動輸 因為那地方的生態 你想想看未來這麼經營的時候 如果李朝鮮這條子 搬起三個孫 未來兩千十個年 那要怎麼處理 因為馬總統口口聲聲喊 要清廉 你的地方是靠什麼 是靠黑金在執政嗎 這是2008年 李朝鮮的阿嬤 跟國民黨的秘書長吳敦毅 跟他的妻子蔡令儀 包括有三十多項前科的江青良 一起共有巴黎島 江青良當時並且為這個李朝鮮來助選 來 我請教徐老師 我們都光看起來 好像國民黨所執政的 可是所顯現的不是那麼單純 為什麼要這麼複雜 小鮮 記不記得九月的時候 兩個月前 那時候在鬧什麼 許淑華 南投市市長 當時大家講說 他跟廠商有什麼關係 常常去廠商那邊吃飯或幹什麼 跟李朝鮮這個案子很像 我不太清楚 南投的公務員 是不是中午都到廠商那邊去吃飯的 那時候許淑華是什麼 聽說是南投縣長的接班人 因為李朝鮮已經認滿了 兩任認滿了 我的意思是說 南投現在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真的派系在大重整 還是真的是在抓這些 所謂貪腐的問題 我覺得這要觀察 剛才律師這樣提 徐律師這樣提 其實我是比較沒那麼樂觀 如果七號已經生押了 七號查 八號生押 生押了那些公務處長 還有他的秘書 小燕 李朝鮮有三個禮拜可以準備 這些人被生押他一定知道 而且生押是關於什麼事 他也知道 我只是在問說 那為什麼要三個禮拜之後 才在傳李朝鮮 才在查李朝鮮 三個禮拜 可以做很多事啊 你現在去查什麼 縣長室 縣長的公館 縣長的辦公室 小燕說搞不好三個禮拜 可以做很多事 我的意思是說 他今天動作滿大 繽紛九路 出門調查幹給50多人 對 小燕我在問的時候 為什麼查民進黨的時候 縣長怎樣 那時候雲林縣長 蘇智芬未傳擠壓 讓你完全沒辦法反應 對不對 張花冠是怎樣 張花冠的妹妹是怎樣 當時 哇 報紙的頭條耶 上百人 好幾百人從高雄從哪裡 都調人去查 我意思是說 那為什麼辦李朝鮮要這樣子 三個禮拜前已經查了 而且你已經生押了 為什麼當時不立刻行動去 我意思是說 這些事情都讓人家覺得 我真的是沒有像 徐律師那麼樂觀 我搞不好晚上 李朝鮮又揮揮手 笑著走出來 誤揮一場 誤揮一場 這個 可能公務處長繼續收押 以後搞不好就單起來 不是這樣子嗎 我們看你意思的時候 不是什麼 X先生 W先生 後來有嗎 後來情況是什麼樣子 我覺得南投真的是一個 非常有趣的地方 官員跟廠商之間 關係好得不得了 去吃飯 對不對 然後呢 送證裡 都用美金的 對不對 吳門忠 記不記得 阿嬌 是記不得 我的意思是說 南投到底發生什麼事 南投大哥 吳敦毅副總統 你要不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今天看南投 好像不再看台灣的事情 有點像看 意大利那個西西里島 好像我們再看一個 遠方然後有異國情調 他發生的事情 我們都很難理解 像我這樣講是 真的是很悲哀 南投是天災很多的地方 天災就算了 有重建的經費下去 現在是人禍耶 就算縣長沒有問題 工事長有問題啊 工程有問題啊 回扣有問題啊 我們要問 那下次天災來 是不是這些都沖掉重新來 台灣沒有那麼多錢啊 我們前幾天來檢討說 大家不要放煙火 老實說 這工程好好做 我們不知道可以放多少煙火啊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事情 檢方還有調查局 你們真的是要辦真的嗎 辦真的話 為什麼7號的時候不傳 三個禮拜 我真的很擔心 而且消息都沒有曝光喔 對啊 完全沒有曝光 當時 章花冠是怎麼樣啊 報紙頭條耶 怎樣查 哇 陳明文一個是縣任縣長 一個是縣任的立委 都可以張 都可以抓 都可以押 為什麼李朝鑫是這樣處理 小鑫我真的是不樂觀 徐老師這個不樂觀 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可以回答徐老師 三個禮拜啊 不停不去當李朝鑫 標示 還沒中了 你明明是檢調單位 吃飽的 上次如果關說 他也是不敢去打擾 所以認為徐醫師所講的 掌握有確切的證據 因為 包商那邊 收出現金240萬的時候 他如果筆錄 講出來這一筆錢 要幹什麼的話 你就必須要去問 這個縣長你到底有沒有 所以三個禮拜 大家也知道 你人的愛 你的處長 你的秘書都愛 你管長的不知道 要燕妹正氣 怎麼燕妹啊 要創公也知道 就創公好了 但是如果那三個 我剛才說那三個 如果在裡面 如果一句話去打擾 你未來 說要怎麼打擾 我都沒有去問 裡頭的聲音 我都沒有去傳語 沒有去抓 沒有去搜索 那交代不算 沒有 現在有消息 說出來他就是有千萬元上角 上角到縣長 所以必須 所以他今天完全被列為被告 我先叫習青 這個案子裡頭 會讓我們感覺說 其實南道官 你去過的人都知道 好山好水 我每次去那個地方出差 其實我愛死那個地方 因為那個地方實在是太好 所以真的不要欺負純樸的南投人 可是現在看起來 國民黨長期執政這個地方 怎麼會給人家感覺到黑金 這樣固固固 牽扯不清 尤其在這個李縣長身上呢 希青 其實我同意小君說 南投真的是一個非常純樸的地方 過去我跟隨過林陽港先生 阿港柏也是南投那邊的政治人物 那個地方真的是好山好水 而且民風非常的純樸 我不認為南投會是西西里島 那要不要把李朝鑫這個大條咖 也不是馬英九或是吳敦毅說了算 我們宗教台灣是個法治的國家 剛剛小君也特別提到 現在包括牽涉到回扣這些資金的流向的部分 我相信檢調單位應該有所掌握 那他們所掌握的市政到哪邊 就辦到哪邊 第一個 我們絕對尊重檢調的一個偵辦方向 第二個 剛剛徐律師特別提到說 好像辦藍的都是由下而上 然後辦歷的都是指導黃農 先把縣長或是重要政治人物抓起來 那他讀我 那邏輯上是不是這樣坦白講 我不曉得各地方各地的檢調單位 他們的偵辦是不是真的因為說是藍的 所以我就從下 不得不的時候才抓到最上面去 然後辦綠的呢 我就先指導黃農 把最重要的先把新聞搞大 然後就好像說一副你就有事的樣子 那假如是這個邏輯的話 那2008李朝青剛剛講也被搜索過 也被約談過 那應該也是在同樣的邏輯之下 是因為辦了下面發現說壓不住了 不得不去約談李朝青 可是剛剛我們也提到啊 2008李朝青到目前為止沒事啊 那如果是用這樣邏輯去看的話 是不得不而去約談李朝青的話 那怎麼會2008那個案子 約談到之後後面也沒 下文也沒有再偵辦下去 也沒有說被約談啊 或被收押了 或進一步被起訴 那都沒有這些狀況嘛 所以我基本上喔 這些程序我相信這個國眾大哥 跟徐立是比我都要清楚太多了啦 我基本上對於我們檢調單位 不管是各地的還是特徵組的 我們還是抱持一個尊重的態度 我們也希望他們無妄物中 但是我們也希望他們不要雷聲大於典小 如果今天你有本事 也掌握了相關的市政 對於相關涉案的人員 不管他的關階多高 你認為有必要去約談也好 甚至要深壓也好 甚至未來起訴也好 我們希望你未來 你要深壓成功率要高 你未來起訴定罪率要高 不要變成到最後的雷聲大於小 讓人家會覺得說 你不管是被質疑說 半男不半立 或是半立不半男 我覺得這樣對檢調司法的威信 都是很大的一個打擊 是 我覺得講的蠻有道理的 來 鄭榮大哥怎麼看來 希望我們台灣的司法 能夠有一天可以成為 像戴議員剛剛所說的那樣的水準 可是現實裡面 事實上這個不只是 剛剛徐立是講的 半男的程序跟半立的程序 有很大的不同 事實上我們在這裡 討論很多的林議事的案子 你會發現後面 其實有很多的政治考慮 所築成的這個防火牆 所以縱使說 剛剛是剛剛戴議員說 這個施政到哪裡就辦到哪裡 未必如此 你舉很多的施政 很多的報導 很多的施政下去 你會發現 這個檢察官的起訴書 還會做了很多的辯護 甚至於還維護某些的 被舉發的一些被告 不是被告 就是嫌疑人 所以包括有好幾個官員 都是這樣子 所以這種情況的司法 我想在台灣 印象沒那麼好 在藍綠之間 也沒那麼政治中立 所以也不必為這個事情 只是說藍頭縣這樣的一個情況 讓我們就是剛剛大家講的 很感慨的一個情況 是說 這個災難連連的一個地方 這包括 就台灣的這個 每一次的颱風來的時候 那個災難 南投 然後高雄縣 雲家的山區 這是最嚴重的地方 然後我們常常看看 怎麼到處都是豆腐渣的工程 那鳳台南來 不然就是 補花幫救灯 不然然後大水 然後大家哀哀叫 然後又一大筆的這個重建經位下去 然後在這裡邊 原住民看得最清楚 當地的災民看得最清楚 你不要再相信那些通報 那些都是靠不住的 你看看水來了就趕快跑 所以在原住民的反應裡面都很清楚 可是過去都是這樣子 查…查到一半就沒有了 甚至於查了以後 就找幾個小官員 能夠弄到縣長級的 李朝青 這個是一個標的 這是一個指標 這個指標裡面 第一個 你有沒有 國民黨的縣市長裡面 你是不是可以認真辦 拿出來給我們看 至少像這個代議員所說的 這個標準 這樣的一個水準靠近 對不對 第二個部分是說 這個也是吳敦義的一個指標 司法 你對吳敦義的這些好朋友 可不可以辦到呢 因為在林醫師案子裡面 我們很失望 有好多林醫師的友人 好像都不必辦 那… 吳敦義的友人都不必辦 雖然國動兄不敢講出吳敦義 可是事實上 我們在討論很久了 所以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是覺得 這個… 我們也要考驗司法看看 你這次辦 你可不可以通過吳敦義這一關 對不對 來 師妹 這個… 剛才代議員在說 2008年李朝青現場這件 不然也沒事了 所以 其實都沒有衝突 辦國民黨是由下而上 慢慢辦 那辦到最後是虎頭社會 辦到最後都辦到沒事 所以李朝青我可以大膽預測說 等一下就走出來 平平安走出來 頂多大概是交保這樣 就讓他出來 這個… 從7號到現在29號 總共20幾天 你說 蕭林醫師在辦那麼快 去金螺裡面還有米金 池塘裡面還有米金 你現在已經20幾天 李朝青你去他縣長 你說什麼 對不對 那這不是故意放水 那到底是什麼 縣長的秘書 包括說處長 包括各級的工員都設備 有的也被檢察官收押 那怎麼會縣長沒事 這個應該是要比照民進黨的標準 你不要說比照民進黨的標準 你比照林醫師的標準 這個李朝青早就應該要收押 不是嗎 他有那個說這樣 大膽大膽大膽 現在搞政黨在怎樣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很顯然 讓我們覺得說 其實南投縣政府 從08年到現在 社會處公務處 只要跟招標有關 工程有關 這個幾乎是大家 在地方大家都 常常認為說 這個跟縣長都有 某種程度都某種關聯 有加基 這搶修工程 如果這間手上的都限制性招標 如果其他公司來 這個招標的工程 都是公開招標 有就剛才這間特定的承辦人 就是限制性招標 所以大家覺得這裡面 其中必有鬼 我覺得這個坦白講 原因到底是什麼 這個原因到底是什麼 其實就是從巴厘島的事件 這一個包括吳門中的事件 包括南投市長 這一個之前的工程回闊的 涉及的這些相關的這個筆案 整個都這堂人 潮水有人就對了 是啊 這大家都是換鐵兄弟 大家都是一樣的 所以你說李朝青會出這種事 會覺得意外嗎 他跟江青來是換鐵兄弟 跟吳敦義是換鐵兄弟 馬總統還大力背書 會出這種事情 會奇怪嗎 當然不會奇怪 所以這個印證了什麼 國民黨之前 馬總統自己講的 如果要貪不可以來國民黨 結果你看李朝青 你看吳門中 你看這個吳副總統 這個印證了一句話說 如果要貪就盡量來國民黨 國民黨就是在貪的嘛 好 這政黨這樣 我不知道在顏清標的眼中 國民黨是一個什麼樣的政黨 因為李朝青 馬總統力挺他 提名他讓他當選 但是顏清標 馬總統也是替他輔選 他也成功當選了立法委員 如今他說他被判刑 阿姨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帳 跟這個地方的所謂的首長 特別費一樣 他跟他說 為什麼我是有罪 為什麼馬英九宗 特別費是無罪呢 他說的有道理嗎 從顏清標這個案子 我們到底能看到什麼 馬上再回來 我們在那裡 對不知道 我們見到的 我們見到 一個問題 在那裡 有這樣的 林鄭 感谢观看